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街头美食 麻辣烫的做法 味道麻辣爽口过瘾 又香又好吃 准备两张洗干净的豆腐皮卷起来 再全部切成宽一些的丝 再准备两个削皮洗干净的土豆 将土豆全部切成片 切好的土豆片放入凉水盆里浸泡 防止土豆养化变色 在家做麻辣烫可以多种食材任意搭配 我这里还准备一些家里人都喜欢吃的菜 这些主要食材都准备好了 然后做个简单的蒜水 往小碗里压点蒜泥 加入少量的凉开水进去搅拌均匀 再加入少许的香油进去搅拌 蒜水里加过香油 蒜水放久了也不会变绿 调好的蒜水放一旁备用 另一个碗里加入两勺芝麻酱 再加入少量的水进去 将芝麻酱搅拌稀释开 一直搅拌成像酸奶一样的细稠度就可以了 搅好的芝麻酱放一旁备用 下来往锅里倒油 油微热以后 加入一把花椒进去 用小火慢慢的炸出一些花椒的香味和麻味 等花椒炸出香味后 再加入切好的蒜片和生姜片 再加入一小碗的干辣椒段进去翻炒 炒出香辣味 然后加入一勺豆瓣酱进去翻炒 炒出豆瓣酱的香辣味 两小块的火锅底料进去翻炒 炒的时候呢再加点白酒进去翻炒 加白酒呢有去心提香的作用 将火锅底料炒化开 炒出香味麻味和辣味 然后往锅里倒入多一些的开水进去煮开 煮开后再熬5分钟左右 让汤汁更加的入味 然后用漏勺把锅里的料渣都捞出来不用 咱们这个麻辣烫的汤底就做好了 然后加入宽粉海带丝和豆腐皮进去煮 这三样食材呢都比较耐煮 先煮5分钟左右 然后加入菜花香菇和鲜鱼豆腐丸子之类的 再加入土豆片进去煮2分钟 然后加入土豆粉条和提前摘洗干净的金针菇进去煮 用勺子翻动均匀 这个土豆粉呢很金针菇很容易熟 最后加入一把洗干净的生菜进去烫一下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直接盛入盆里面 直接盛入盆里面 吃的时候呢再加入一勺刚才稀释好的芝麻酱 加入一勺蒜水 再加入一勺炒熟碾碎的花生碎 味道会更加的相当好吃 咱们这个麻辣烫呢就做好了 味道麻辣爽口过瘾 实在是太香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